2023第六届潮创客大赛 一开始就由竞歌热舞拉开序幕 中华台湾潮汕同乡总会 乔光科技大学创博会双创服务有限公司 举办的潮创客大赛 2023年10月20号迈入的第六届 在盛大的颁奖典礼当中 大会主席也是创会长李南贤博士说 希望凝聚同乡的力量 以成功企业模式结合创业竞赛 支持年轻人实现梦想跨足世界 朝鲜双播会的成立的主旨 是在激发我们高阶的年轻朋友 研究和专门人才的朋友 能够贡献你的心力 促进我们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 乔光科技大学董事长陈伯涛 校长余智利 也相当期待第六届潮创客大赛 能够帮助年轻人成为社会精英 所以大赛分为产业精英组 新创团队组 希望能够激发创意 贯彻潮创客的精神 59周年的校庆 我们培养了将近9万多名校园 这里面有非常多 都是在我们在过去独立出来创业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隐形冠军 它对于台湾整个经济发展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在这一次的典礼当中 台中市政府秘书长黄重点 也都亲自到场参加 黄重点秘书长也期盼 这一次的得奖年轻创客 能够进入市场 打造台湾经济奇迹 台中市本来就是一个 充满创立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活动其实它对人才的北域 非常的重要 那提供这个高额的奖金 让一些这个年轻 这个新创的公司 能够有机会 能够去孵化成功 2023第六届 曹创客大赛颁奖典礼 刚好也是乔光科大 59周年校庆活动 主办单位希望 能够持续以乔光科大的 永续教育理念 未来要曹创客大赛规模再扩大 为年轻的创业青年 提供更多元 更丰富的资源动力 繁荣台湾的软硬体实力 记者陈文旭 肖酥金 陈锡珍 台中报道 也论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